讲解外账和内账,不为人知的套路,外账,内账的套路 一,通常企业在不同目的之下,为了满足不同要求,对同一个会计主体编制了两套账,甚至多套账 这些目的通常有,一,反映企业实际经营情况的账,内账管理账 二,为了应付税务机关的账,外账税务账 三,为了贷款需要的账,银行账 四,为了海关检查的账,海关账 五,为了申请高薪资格的账,高薪账,按两套账或多套账的原理 对于同一会计主体,对于同一个会计期间,对发生的经济异物 每套账所不同取舍,使用不同的会计核算方法,导致每套账的会计报表结果不一样 三,一般来说,大多数企业是两套账,内账和外账 四,企业为什么需要两套账 中国的税负环境太恶劣,企业若完全照张纳税 很多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将会有承重负担 甚至无法生存,很多企业的原始积累,都是靠偷税录税来完成的 企业为了减少税负,买账还缺少计收入,多计成本费用等的方法来进行会计核算 但是对企业企业管理者,需要财务数据放映企业全面真实的情况 才能够利用财务数据,对企业进行管理 因此,企业编制两套账,做法,以内账目标,内账的目标是放映实际情况 因此,核算的重点是实质,不是形式 例如,业务员请人洗脚,没有发票,写一张纸条经过审批就可以入账 例如送人一个红包,写一张纸条经过审批就可以入账 二,外账目标,符合税法的要求,重点是发票 三两套账的程序,先从内账入手,将内账的凭证经过增减 变换后的外账凭证 一,复印,对于正常的业务,如收入,成本,费用是由发票的凭证进行复印 原件作为外账的记账凭证,复印件作为内账的记账凭证 二,减少,对不符合税法要求的凭证,如不开票收入,没有发票的成本费用 只在内账核算,不在外账核算 三,增加,为了多记成本费用,如不开的发票,并不是实际发生到 只在外账核算,不在内账核算 四,变换,您对一些费用,没有发票,以另一种名义开发票 例如,送人一个红包,那账平一张只调记到业务招待费,甚至记到明细科目回用 然后以一张加油罚票代替,外账记到汽车费用 以此类推,五,经过复印,减少,增加,变换后 内外账分别有了自己的原始凭证,按照各自的原始凭证进行记账 两套账及多套账,两套账之间还是有着紧密的联系 多套账的难度会更大,账套太多也就混乱的情况越严重 不管企业到底有多少套账,内账始终是根本 外账是参考,通过一定的办法,找出最正确的账套 消灭其他账套,越了解会计相关贺程与资讯 请继续关注我,有想了解的会计知识 或者话题请私信我,带续会计 没有人比我们更懂会计,没有人比我们更执着于会计培训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